《芳华虚度》第一章青春梦里人 那天子民打完球 换好衣服 离开香港大学的时候 大约是下午四点半 六十年代的香港 到处还有许多雅热带的木棉树 早春时分会开出血红的花瓣 随着天气渐暖 那红色的花就会蜕变成坚硬的果实 春天尾巴来临的时候 白色的棉絮就会破壳而出 随风飘荡 像是雪花片片 煞是好看 子民走在路上 坐在电车 随着棉絮的指引 往北角方向一路顺来 风景和上中环 回然不同 路上行人的步伐 就比中环缓慢极许 路边的杂货店和十四迎风而来 都带着浓厚的外浆味 或许会碰上美丽的上海小姐问路 大白天穿着明艳的旗袍 用无浓软语嗲一声 撒撒撒 哪能去李子亚中会 哼 子民会用标准的广东话 礼貌地回答 不好意思 我都还带着起来 不过 那带有风尘味的小姐 哼了一声 用贪婪的眼光 不笑一秒钟 就将子民整个人扫描入眼 然后说了声 唔该 转身而去 虽然六十年代 已是这小上海的明日 黄昏 但在一文的小圈子里 还是津津乐道地 谈论何人何时 住在谁家的隔壁 又写了本影射谁人的小说 司马长风先生 那时就住在纪元街 街口的英皇道上 有家照相馆 张爱玲的标准照 都打有蓝星的 水印和签名 来到北角纪元台七号 那是一栋五层楼高的 战前旧楼 坐落在英皇道的山坡上 夕阳照射在 长满绿台的外墙 虽然各户窗花的颜色 都表述出各自的历史与个性 在那拜瓦腿圆的底色下 人露出往昔的傲气 却不是优雅 看得出 以往也是 人间天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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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